各位同学 在实验课里看到老师将金属钠投入水中后 钠不仅会浮在水面上 还会产生火焰 当时你一定感到惊讶又欣喜吧 除了这些之外 钠在自然界是何种形式存在 有哪些特点 还有化学家是如何得到金属钠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钠的性质 制备方式以及它的用途吧 钠的元素符号为Na 原子序11 是碱金属中的一种 在周期表中位于第一组 钠原子的电子组态如画面所示 因此很容易失去3S诡域的电子 而与钠具有相同的电子组态 此时化学性质与钠原子相比 会安定许多 这也是为什么 自然界中的钠均以正义价离子的形态 存在于离子化合物中 钠在地壳中的含量排名第六 海水中亦含有大量的钠离子 元素钠最早是由英国化学家戴威 在1807年借由电解氢氧化钠得到 它利用拱很容易与钠金属形成合金的特性 来保存电解后得到的活性金属 目前工业上制备钠的主要方法为当事法 钠是透过电解融融态的氯化钠 过程中可加入氯化钠作为助溶剂 降低氯化钠的溶电 电解时在阳极产生氯气 阴极则生成金属钠 反应是如画面所示 钠是银白色金属 为电和热的良好导体 具有溶点低 质地软的特性 因为密度比水小 所以丢入水中时会浮在水面上 同时发生燃烧反应 若以刀片切割 会发现切面具有银色金属光泽 但因钠的活性很大 会与氧气迅速反应生成氧化钠 或固氧化钠 使得切面转为灰白色 因此金属钠需保存在矿物源中 另外钠需氧气反应后 生成的氧化钠或固氧化钠 溶于水后会呈碱性 钠在室温下 可与冷水反应生成氢气 及氢氧化钠 同时会放出大量的热 使氢气发生燃烧 若预先在水中加入分泰指示器 可以观察到随着反应的进行 由于生成氢氧化钠的缘故 水溶液会由无色逐渐变为红色 反应式如画面所示 若将钠投入氯气中 两者会剧烈反应生成氯化钠 其反应如上 由于钠非常容易失去一个电子 形成钠离子 所以金属钠可作为强还原剂 另外由于液态钠具有良好导热性 所以可作为核反应乳的传热剂 钠的化合物种类繁多 许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氯化钠 俗称食盐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调味品 除了调味 腌渍食物外 还可以作为下雪时的溶雪剂 另外 氯化钠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可以用来制造钠 碳酸钠 碳酸氢钠 氢氧化钠 氯气 漂白水等多种物质 钠离子 在生物体中的平衡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细胞渗透压的维持 及神经传导电位的变化 都有重要影响 氢氧化钠 俗称烧碱或氪性钠 化学式为NaOH 为具有腐蚀性的白色固体 在空气中容易稠碱 会与空气中二氧化碳反应 生成碳酸钠与水 反应是如画面所示 氢氧化钠是实验室常用的强碱 但溶与水会剧烈放热 水溶液呈碱性 所以要小心操作 在酸碱滴定实验中 常会使用氢氧化钠来测定未知浓度的酸 但因为氢氧化钠很容易潮碱 故需预先用零本二钾酸钦钾来进行标定 测出氢氧化钠溶液的精确度 造化反应则是利用氢氧化钠将油脂水碱 生成甘油及脂肪酸钠 而脂肪酸钠就是我们熟知的肥皂 反应是如画面所示 在工业上氢氧化钠也是造纸、纺织及制药的重要原料 碳酸钠 化学是如画面所示 俗称苏打或洗底碱 为白色粉末亦溶于水 碳酸钠水溶液具滑溺感、成碱性 反应是如画面所示 碳酸钠与酸反应后 可生成二氧化碳气体 反应是如上 在之前我们学过可以使用碳酸钠来软化硬水 让硬水中钙离子与铁离子 与碳酸根离子形成白色沉淀 达到去除水中的钙、铁离子的目的 此外 碳酸钠可与过氧化氢形成过碳酸钠 而过碳酸钠具有清洗油污以及漂白的效果 是目前常见的清洁用品之一 碳酸钠还可以用来制造玻璃、面点、纸浆及清洁剂等 用途相当广泛 很早之前 拉丁人便懂得由特定植物燃烧的灰镜中 提取碳酸钠供洗液用 现今工业上则是使用索尔蔚法来制造碳酸钠 索尔蔚法是利用灰石及食盐作为原料 将灰石加热分解成二氧化碳后 再将二氧化碳通入含氨气的饱多食盐水中 生成碳酸氢钠与氯化氨 其中碳酸氢钠对水溶解度较低 所以会形成沉淀吸出 我们只需将沉淀物过滤干燥 将其加热分解就可得到碳酸钠 反应是如上 过程中放出的二氧化碳则可回收利用 至于另一个产物 氯化氨的回收处理 则可以将先前灰石加热所产生的氧化钙融入水 再将该水溶液与氯化氨反应 达到氨气回收再利用的效果 整体来看 由于食盐和灰石价格便宜 且容易取得 所以碳酸钠制作成本也相当低廉 碳酸氢钠 又称作酸式碳酸钠 化学式如上 俗称小苏打或备用碱 是索尔瑞法的中间产物 外观为白色粉末可溶于水 但溶解度较碳酸钠低 水溶液呈弱碱性 若将碳酸氢钠固体加热 或与酸反应可生成二氧化碳气体 碳酸氢钠可作为质酸剂 用来中和过多的胃酸 也可作为烘焙用的被粉 或是用来去除衣物上的油污 另外 传统干粉灭火器里的干粉 也是碳酸氢钠哦 相信大家看完影片后 对于钠以及它的化合物一定有更多认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钠 元素符号为NA 原子序11 是碱金属之一 工业上以当事法制备 金属钠可作为强还原剂 生活中有许多含有钠的化合物 例如氯化钠、碳酸钠等 造化反应是利用氢氧化钠 将油脂水解构 生成干油及脂肪酸钠 其中脂肪酸钠就是我们熟知的肥皂 顺 exception 由于钠 兼钠 姜 继 digest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